傅斯年 胡適稱讚他是人間最稀有的天才 怎麼個稀有法呢 胡適說 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功夫 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理 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 同時 他又是最能辦事 最有組織才感的天生領袖人物 他的情感最有熱力 往往帶有爆炸性的 同時 他又是最溫柔 最富有理智 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 有意思的是 傅斯年還是毛澤東 公開點名批評的幾個著名文人之一 1949年8月 毛在《丟掉幻想 準備鬥爭》一文中 稱他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中國的反動政府控制的其中的極少數人 為什麼被胡適誇上天的傅斯年 這麼著毛澤東痛恨呢